巨外媒呢?Atlas报道,一些科学家认为,如果我们要遏制气候变化的最坏情况,仅仅通过减少未来的二氧化碳排放是不够的。 我们需要捕捉空气中已经存在的二氧化碳。 从空气中捕护碳,并将其隔离是一种可行的策略。 现在科学家已经开发出一种新方法,可以将二氧化碳系体转化为固碳酶。 然后将其储存在地下,甚至将其用于电子元件。 许多项目目前正在尝试从排放点捕获碳的新方法。 气体通过基属有机骨架,多孔粉末,气泡状膜,或由黏土或咖啡渣制成的材料来吸收。 但如何处理捕获的碳呢? 在从这些捕获材料中提取之后,然后可以将气体重新用于制造混凝土、碳酸饮料或燃料,或者可以将更多的气体藏在地下。 为了储存二氧化碳,它通常被压缩成液体形式或与水结合,然后注入地下深处。 据报道,短短两年内其与玄武岩岩石相互作用,并凝固成碳酸盐矿物。 但是其他研究发现,这个过程,可能没有看起来那么有效。 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调查发现,只有一层薄薄的顶层变硬。 下面还是一个很大的气体带。 这使得它暂时远离大气层,但未来可能会泄露,并将其全部释放回空中。 因此,这项新的研究开始着手将碳固化在地下之前进行固化,使其没有机会逃脱,该团队由来自澳大利亚、德国、中国和美国的研究人员组成。 新方法的关键是液态金属催化剂,由加合金合式组成。 研究团队首先将二氧化碳,溶解在含有电解液的烧杯中,然后加入少量液态金属催化剂。 当施加电流时,催化剂化学活化混合物的表面,其缓慢地将二氧化碳,转化成固体碳片。 该催化剂被设计成优良的电导体,并且有效地进行反应。 因为它是一种液体,碳片不会粘在它上面,如果它是一种固体催化剂,它们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 这可以使它运行更长时间而不会结构。 研究人员表示,这个过程可以在室温下完成,不同于其他需要高温的碳转化过程,那些会消耗大量的能量。 该方法同时可以在具有相对便宜和普通设备的实验室中完成,并且具有小的电源。 迄今为止,二氧化碳仅在极高的温度下,转化为固体,使其在工业上不可行。 该研究的作者Torban,Denock表示,通过使用液态基属作为催化剂,我们已经证明,可以在室温下将气体转化为碳。 这是一个高效且可扩展的过程。 虽然需要做更多的研究,但这是提供碳固体储存的关键的第一步。 一旦碳固化,就可以无限期的安全的储存在地下,而不用担心它会泄露回大气中。 但有趣的是,这不是唯一可能的结果。 该过程的一个附带好处是碳可以保持电荷,成为一个超级电容器,因此它可能被用作为来车辆的一个组件。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Dorban,S.R.Fialzardo说道,该工艺还生产合成燃料作为副产品,也可以用于工业应用。 该技术有很大的权力帮助从大气中去除温室气体,但与任何这类研究一样, 这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,以确定在工业规模上,从物流和经济角度,来看它的效果如何。 该研究发表在《自然通信》杂志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